基于号火星探测器正是涂在一场可能导致探测器失灵的大沙尘暴中生存下来,但这场风暴中的所有尘埃从何而来,研究人员现在认为他们已经确定了火星沙尘的,主要一项新的研究表明,火星表面有一个巨大的火山裂系,被称为Medusa,发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行星,地球物理学家凯文路易斯, 是这项研究的合作者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巨大的矿床,火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尘埃了,污染非常严重。 据科学家计算,每年大约有300万吨3万亿公斤的尘埃在火星表面和大气层之间移动,火星开测回到飞行器所看到的火星上的火星碎片,基岩是米色的,沙子是蓝色的。 Lasage-Poketak University of Arizona 博科源科学科普,致使得这一现象,成为这颗红色星球,表面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 大量的回尘促使科学家们追踪材料的来源,首先,科学家们常看了在地球上不同地点分析的尘埃的化学指纹,奇怪的是,无论样本来自哪里,指纹看起来都是一样的,绿合流的比例非常特别。 所以,这项新研究的团队,在不同的火星上寻找相同的比例,在科学家们观察的区域中,尘埃的最佳匹配,来自火星赤道附近的巨大裂隙。 科学家们认为这是火山活动造成的,据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拿大的数据,这一区域粘延约620英里1000公里。 先前的研究人员曾提出,火山活动在大约30亿年前,就形成了火山,而火山表面的几状形状是由封青石表面形成的,研究小组估计了这一过程产生的尘埃量,考虑到他们认为Medusa4C1开始有多大,大约是美国大陆的一半。 根据之前的研究,这一计算表明,该地层已经失去了足够多的尘埃,覆盖在一层6.5到40英尺2到12米的深度上。 这个估计与科学家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尘埃数量相当吻合,大约10英尺3米。 根据两极和一些特别多尘的地区的测量,研究小组写道,这项新研究并不能帮助机遇好,经受入微协探测器太阳能攻颠的沙尘暴,但这一发现确实解释了这颗红色行星的显著特征。 这项研究发表在自然通讯上,博科源科学科普文,Meghan Bata Space,博科源传递宇宙科学之美,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